目前呢如果你有走在外面的话 特别是大台北地区民众可能感受到说雨还蛮大的 特别是气象局针对新北跟台北是有发出大雷雨及时讯息 新北市的部分会一路持续到稍后大概四点半左右 另外要特别提醒呢 其实包括在这个中和跟永和区的民众啊 也都有收到这个细胞简讯 主要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大雷雨的状况 那像是在中和的部分呢 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啊 稍早两点到三点啊 等到一个小时哦 中和区的累计雨量就达到87.5毫米了 雨算是下的蛮多的 另一方面呢 从国道上头来看哦 其实从这个高速公路的1968的网站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目前主要北台湾的这个国道的路况啊 比较不好比较塞涉的路段 像是在这个国武往南就是往宜兰的方向 时速呢大概是在20到40公里左右 另外呢包括了像是在这个提鼎大道这个路段啊 下塔优的部分呢 他们甚至是一度是止爆的 其实我们如果来跟这个天气的雷达回波来合并来看的话 主要呢也就是目前雨下的比较大 这个对流比较旺盛的地方 其实用路人呢 开的时候比较小心 开的比较慢 车子也比较多 主要还需要提醒大家哦 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加上了这个天气很热 5号热对流发展旺盛 因此呢包括在北台湾的部分 在今天的这个 现在这个时段呢 都是要特别注意大雷雨的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